在上一次我们曾经向各位同学提过 当我们在讲七步法的时候 我们提到这个时间前就是知识 知识就是一种能力 所以有人说knowledge is power 有没有 power你可以解释为权力 也可以解释为力量 也可以解释为能力 所以它需要有一种能力 所以我们在上次跟各位同学讲说data data里面如果按照Kroyd的讲法的话 我就是conscious 我想要做什么 所以你看现在我把它整合在一起 就是我想要做什么 比如说我决定我要考福利大学哲学就所 对不对 明确目标 那我决定要去考华航空小姐 空中小姐 对不对 明确啊 明确的目标啊 那我决定要到英国去念书 而且我要去念人类学 因为现在全世界人类学在开始发展 就有新的理解 所以我最近 我在给四年教哲学人学 就用现在用英国的那一套来做 那就被同学骂成说 这个哲学人学同时教育化 其实他们就是干这个事 他们就干这个事 那这是全世界最新的一个发展 那比美国的要好很多 比欧洲 欧洲就太古板 所以发展 所以我就说我要到 最近我给一个同学介绍的系 就是他就要去英国念人类学 哎呀我就好高兴了 我说哎呀太好了 我就跟他谈 他老师你什么都知道 后来说网上一看就知道了 Data 所以我要做什么 我要考研究所 我要出国 我要找一个工作 然后呢我就问 当我要往这个方向发展的时候 我的contact在哪里 我基本上我要做什么 我希望我将来自己在这个部分 我能够拿到多少薪水 我能够持有什么样的成就 我有什么contact的期望 所以这个期望就在contact上面 所以我希望我将来出来工作的时候 我相信就有五万块钱 现在对大师同学来 有点像天王夜谭 因为各位都知道 最近薪水又降低 平均只有从两万八跌到两万四 大学生两万四 那两万四 那你要达到两万五 那显然你要的条件 都一或没去就课下出来 你怎么样才能够达到五万 这样的一事一组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一个例子 我有一个学生 他很乖 他每次都听我 他都很乖 都听我话 我叫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那这个同学就跟我说 老师 我将来希望在商场上有发展 那个年代是民国七十 一年七十二年 全球的container刚刚开始 container 就是那个货柜怎么样 开始 我说你既然是念管理学院嘛 我说你可以往这个环境上发展 这个container 那老师 你要我去装container吗 当然不是那是工人 那是高工的事情 又不是你的工作 我说你要做什么 做manager 既然做manager 将来一定要想办法成为一个国际 跨国公司的一个general manager 这是一个目标 所以data context trial 那如果要做这个目标 那可能你至少要懂两种语言 就是除了英文之外 你要再懂另外一种语言 所以开始information 开始收集 那照你会拿到多少钱呢 你大概在民国七十年的那个年代 你大概可以拿到美金 每月大概是一万五千美金的月薪 所以如果你做得好 红利可能六个月 我就跟他分析这个事情 我说那个data 他老师有兴趣了 所以他因此 他就把他的目标定为欧洲 欧陆的container的故事 欧洲的一个container的故事 所以他就听我的话 那他英文非常的好 他台中理中毕业 台中理中毕业了 他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在外面教英文 不是教儿童美语 我看所有儿童美语都大混的 你问他你这样会不会讲英文 教小孩子都会讲 跟成人就不太会讲 我已经试过很多人了 他就教成人美语 所以他已经很棒了 所以后来他听我的话 就开始去学德文 因为他锁定了一个德国的公司 那我就说那你去 去造一个德国的公司 德国的德文 那正好他住在我们校校外 他就说你进来念德文 那你不要住学校的宿舍 你要住宿舍也可以 就是要找那个 德国修女管的宿舍 那你每天跟他走 走来走去的时候 因为德国修女如果管宿舍 因为他的职责 他的专业是管宿舍 他就很有空 那你每天黏在他身边 就跟他讲的 我这样教你 然后说免费 你这样去跟他嘛 结果他觉得学校 没有那么多的自由 所以他跑到柜子路 有一个叫什么宿舍 是一个教会的 天主教的宿舍 女生宿舍 那个宿舍 管那个宿舍的宿舍 是一个德国人 所以他就跟他去 他道尔开始念德 大战就非常好 他天天跟他在一起嘛 有空回来 也不回去看电视 就跟他讲话 所以他就弄得很好 所以他也没想清楚 然后他自己实现管理 登天帽巾的 所以他把contain的 什么都弄得很清楚 然后呢 也研究了很清楚 所有关于德国跟亚洲 就是contain的公司的问题 对 但是他只有一样东西 没有收集 这个公司心里气势 不用女生 他这个 这个银红背信没有收到 那这些东西对他的意义 是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 他在人生中要去发展 所以他觉得 这个对他的深爱里面 carrier里面是很有意义 所以他就去做 所以他把这些东西 构成了一些个知识 所以这个女同学毕了业以后 毕业的那一年大概 他那一年要六月份毕业 那四月份 这个公司就开始 开始有广告 就是要争论 而且争什么 争经理 manager 他就去争 争的时候 他说你所有的条件都够 只有一样东西 我们外物的经理 不用女生 那我们今天只用的是 外物女生 所以我们没办法用 这时候女生回来 就跟我说怎么办 我说你不会讲一句狠话吗 你就跟他说 没有关系 你不用我没有关系 我要去你的敌对公司去工作 对不对 我打你 你这个知识要有这种知识嘛 那很多人就傻傻的 不要我不要我就走了 我马上收集公司嘛 然后我知道另外一个公司 跟他对比的嘛 是静和的嘛 我就去那家公司嘛 再去应征嘛 所以后来我叫他查知识 发现那一家公司用女生 所以他就跑去 就跟这个 他说他很想建这家公司 就要打破这个公司的惯例 他就跟公司讲说 你如果不用我没有关系 我要到对面公司去印证 像我这样的qualified的人 他们绝对会用我 哇 这个公司一听我们说 等等等等 我们回去开会 开会 他们发现经不起这个损失 因为一个人才如果被对方用到 你这边就是损失嘛 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用他 用他或他你要多少钱 他说我不多 一个月 民国七十二年三千美金 民国三千美金 那你考虑用三个月 或者半年都可以 半年以为如果做得好 我薪水要求调整到八千 可不可以 外国人就是要讲理 要跟他讲嘛 所以他就构成了这个 他对他自己的insight 他对他自己的觉察 所以他自己是非常有问题 所以后来他就跟他讲说 咱不答应 结果他们说好 那我们来死 如果说我六个月以后 你们接我不行 开除我啊 没有问题我就卷步开走路 结果他怎么样 他只有三年 就坐到香港区的总局 这个女同学 才二十四岁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觉 这个整个历程呢 就是刚才给你们讲的 这个历程 所以我目标明确不明确 所以因此奥斯顶这个方法 就是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放在这个价值紊乱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或者我不清楚我的时候 那我就是一定要明确化 说我到底要什么 比如说我要跟某某人 改善我的关系 对不对 比如说我跟我爸最近关系不好 那我要跟我爸要改善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要 我要改善哪一方面的关系 我要问清楚 然后我这次开始收集 这一方面 我到底我父亲 他的困难是 我的困难在哪里 因为我没去 然后这些对我意义是什么 如果我能够跟 改善我跟我父亲的关系 对我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我心里不会那么多痛苦 各位同学 我们因为疏于改善关系 而让自己心里上 长久承担那个负担 有没有 一直变成心里的一个疙瘩 你就跟妈不好 跟妈不好 有没有 长久你就压力在那里 那就说我可以减压 所以我开始去发展这种事情 所以我开始去了解我父亲 到底什么 他的背景 他的历史 他痛苦 为什么他经常这样讲话 就这个时候我开始发展 然后我开始有一个直观 insight 所以我就开始发展去 所以这个是我们各个人讲的 这个方式 所以今天呢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反省 去想一想这个模式 那可能我想对你们会有帮助的